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SweetHome 3D 7.0 目前這個軟體其實更新的速度沒有很快 差不多都是一年一次 在這次更新裡面 它主要把AlphaRay這個著色引擎 把它加入到現有的選項當中 那你現在就可以用兩種輸出的渲染引擎去做輸出 第二個它支援了更多燈光的類型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在SweetHome 3D裡面都是球型的燈光 這次它有更多不一樣的燈光類型 可以讓大家來使用 以下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新版本的功能 你可以直接打開這個論壇 就可以看到更完整的介紹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就是AlphaRay這個著色引擎 在之前其實就有看到論壇上面 有些人提到這個著色引擎 有機會成為下一個版本的標準配備 現在你在SweetHome 3D要做輸出的時候 就可以像我們這邊去選擇 Soundflow或者是新的AlphaRay 那另外呢它也支援了影片的部分 好根據官方的說明 還有我們之前有使用外掛程式 來使用這個AlphaRay著色引擎 那我們會發現說它確實在多數情形之下 輸出的速度會比較快 而且呢品質也相對好一些 好那官方有提到它的運行速度 大概是快兩到三倍 我們實際打開它的照相機跟攝影機 你只要把品質移動到第三或最高畫質 我們在這邊呢你就可以去做選擇 在攝影機的部分也是一樣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燈光的部分 那在燈光的話呢 這一次在Swim 3D裡面 它增加了更多燈光類型的屬性 官方也有提供一個家具的檔案 如果你是安裝的版本 你只要直接執行它就好 那如果你是免安裝版本 請你把它放在軟體目錄裡面 有一個Data裡面的Furniture 這個目錄之下 這樣就可以 那它所提供的五個燈光的類型 主要有第一個就是 兩面發光的這種平面光 你可以從它這上面的名稱可以看到 再來呢就是只有一面發光 但是不會顯示燈距的 然後還有一個很特殊的 就是在下面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這種半球型的燈光 那其實這個在標準的3D軟體裡面 很多都有類似這樣的功能 它好處就是 以往我們如果在這樣的場景 我可能需要好幾盞燈 才可以把我的場景打亮 那現在呢我們可以用這樣的 一個大的一個燈 只要一個就能夠打亮整個場景 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陰影就會很一致 因為在3D裡面 它目前不能設定 每一盞燈是不是要產生陰影 所以如果你有多盞燈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影子 相對是會比較亂的 如果你只有像這樣一盞燈 把它當作環境光來使用的話 其實整體的效果會蠻不錯的 那麼它也有提供一個像這樣 不可見的一個燈泡 那這個燈泡跟我們一般 SWYOM3D裡面所提供的燈泡有點不同 我們SWYOM3D裡面所提供的燈泡 標準的它必須是 在你這邊做了顏色的選擇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去改它 但是剛剛這一種的 你如果安裝完了放進去之後 其實在你的目錄裡面 會多了一個叫做Light 這樣的一個目錄 你就可以看到這幾個 那這個比較特殊是在於 你今天雖然它只有一個 但是呢我們進到它裡面來之後 你可以直接去設定它的顏色 那麼發光的時候 就會是以那個顏色為主 所以這個也是它這一次的一個改善 所以你看像這樣改完了 那我們放到場景裡面 就會有這樣的顏色 那最後呢還有一個就是 像我們一般天花板上這種砍燈 它會有一個比較迷你的 就可以像這樣把它放在裡面 做比較局部的一個照明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個呢就是在我們這裡面的這個 因此呢你如果能夠更加善用的 這些不同類型的燈光 那我們在實際著色的時候 你就可以得到更好的光線的效果 再來這一次也是很重要改變 就是在家具材質的對號方塊裡面 我們已經可以直接去選擇材質 那以往呢我們比較麻煩就是 我今天比如說我們針對這個電視 那我想要改變它電視螢幕的材質 我必須從材質進來之後 在模型材質這個地方 去個別的點選 那再看看它出現在模型的哪一個地方 好再去切換 現在呢已經不需要這麼麻煩 你只要把游標 直接點選模型的哪個位置 相對應的模型材質這邊就會亮起來 比如說我們現在呢 找到這裡的電視 那我進來了之後 我只需要點到這個螢幕 在這邊它就會亮起來 好你就可以直接去做切換 這個確實是變得比較方便 另外呢 現在在工具列也增加了這個磁性的圖示 以往我們都是需要按住ALT這個快速鍵 來暫時取消它的吸附效果 不然的話呢 你就必須要進入到這個參數設置裡面 去把吸附的效果把它關閉 那現在呢 你可以不用那麼麻煩 我們現在就在上面這裡 你可以按下去 或取消 就直接在上面操作就可以了 最後呢 我們來看看 以後如果你遇到有新版本 要怎麼樣去升級 在安裝版的部分 最簡單 它會跳出這樣的升級的畫面 你只需要去它的官方網站 把它的安裝版下載下來 安裝一次之後 你就有的這些模型外掛濾鏡 曾經使用過的檔案 通通都會留著 就可以繼續使用新的版本 那麼如果你是使用免安裝版 或是我整理的加強版 那它們都是屬於可惜式的版本 所以也要麻煩你到官方網站去下載它的免安裝的版本 那下載完成之後呢 你把它解壓說 你就把它裡面的這些所有的檔案 通通放到你的免安裝的目錄裡面 直接覆蓋 這樣就ok了 謝謝 謝謝